全媒体大开讲 有话一起讲 大家晚上好 我是王峰 晚安 我是蜀碗 俄罗斯举办首届与非洲国家的峰会 俄罗斯的非洲政策有什么关键性的转折呢 中非关系 俄非关系 中俄非三方的关系 在普京这一波最新操作当中 如何来看待这几组关系 还有很重要的 要看怎么看待婚姻大事 婚前告知重大疾病 离婚设冷静西等 民法典相关的立法探讨 正受网论热议 当然今天还要继续关注的是 正在武汉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赛况这些亮点 和今天的一个奖牌榜举行情况 主持台上还有美丽的郭杨泽 嗨 各位好 评论员欢迎何亮亮贼真 欢迎何亮贼真 好 邀请大家加入今天取聊模式 与我们有话一起讲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天下热点 社会万象 我们有话一起讲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盛宴等您来开启 拿起手机扫码关注 官方微博微信 上客户端 掌握台前幕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一摇 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看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您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是的 有话一起讲 接下来这个话题 你看何仙坐在这 很多观众朋友 等着他亮亮点 还有意思 那很多国际时间的事情 我们说以前没有 但是现在有 为什么现在突然有 就很受关注了 我们接下来关心的 就是俄罗斯 这个索契这两天也很忙 俄罗斯竟然办了一个 与非洲 俄罗斯非洲的峰会 而且这是首届 说的是经济论坛 所以更值得大家去观察 它当中的一些设计 还有它的用意如何 这个会议是两天在索契举行 数了数非洲54个国家的领导人 数标与会 这次有个是联合主办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埃及 我们来看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论坛期间 会见了来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士 强调 俄罗斯致力于在平等 友谊和相互尊重的原则上 与非洲的伙伴们 进一步积极合作 莫斯科也一直支持 并将继续支持非洲国家 追求独立政策 和独立解决 非洲大陆的问题的愿望 普京强调 五年多来 俄非双边的贸易额 增加了一倍以上 超过了200亿美元 但是体量仍然不够 在这200亿中 俄罗斯与埃及的贸易额为 77亿美元 仅占40% 在非洲 俄罗斯也有很多潜在的合作伙伴 具有良好的发展的前景 并具有巨大的发展的潜力 普京强调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俄罗斯石油公司 卢克石油公司 也正在非洲大陆 实施有前途的石油和天然气的 上下游的项目 俄方的专家 正在帮助非洲国家 解决信息安全的问题 并发展数字化经济 还有提供建立核工业的机会 这被称之为 交钥匙的工程 即建造基于多功能反应堆的研究中心等 普京指出 俄罗斯在埃及的工业区建设 也已经接近尾声 这是苏伊士运河经济区中一个大型的站点 俄罗斯公司将进行本地化的生产 计划大约有20多家的俄罗斯企业参加这项工作 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俄罗斯企业加入 而在峰会开幕的第一天 也就是昨天23号 普京还与埃及总统赛西举行了会谈 普京表示 俄挨关系发展顺利 去年的双边贸易额是增长14% 达到77亿美元 他说俄方希望扩大贸易往来 并且愿向非洲国家提供技术支援 我们在马上有大专业的计划 普京当天还与到访的南非总统 拉马菩萨举行会谈 普京在会谈当中说 两国贸易额去年是增长了28.5% 达到10亿美元 期待未来能够进一步的增长 而拉马菩萨就表示 非洲自贸区使得非洲国家有机会 以有意义的方式与俄罗斯合作 这非常重要 南非将继续致力于与俄罗斯 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开始我们注意到 这是俄罗斯和非洲的第一次的峰会 这个第一次怎么解读 另外为什么会是和埃及联合 作为一个举办国 我想说埃及因为实在可以说有个支撑点 我倒是觉得索契这个地方值得关注的 当然因为我在今年5月份去过索契 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普京这么喜欢索契 索契是俄罗斯最现代化的一座城市 它虽然是一座也有几百年历史的城市 但是为了举办奥运会的话 把整个城市就全部重新打造了 非常大气 非常大气 你在所有的西方和中国的现代化 都是里面看到的一切 包括那种现代的建筑物 包括那种现代的所有的便利 在那个城市都有 所以他会在 没关系他喜欢在哪里 拜国际行的 对 然后你看前两天 阿尔多安在索契跟普京 谈了多少时间我们的 5个小时 所以你就知道 那一定是很深入 6个小时 刚刚我们说 6个小时是吧 所以就不要 差别 对对对 但我也注意到就是 这个是俄罗斯第一次举办这样的这个峰会 但是西方媒体都很酸 而且他们酸得很奇怪 都是好像中国要注意了 但是他会提出那种问题 我倒是不行 你要真的要酸的是什么 第一 法国人要 法国人和英国人才叫酸 历史上非洲是他们的这个 安同的殖民地 还有一个美国人 美国对中国现在在非洲的影响 非常的激回 但是美国拿不出办法了 还有一个日本 刚刚也举行了一个日非峰会 规模小一些 大概三十几个国家 影响没有俄罗斯这么大 那俄罗斯会举行的 我想这个跟中国真的是不冲突 为什么 两国这个重点不一样 首先你就从经济贸易 这方面来看的话 俄罗斯跟中国是不能比的 你看他这个 俄罗斯跟南非的贸易额 只有十亿美元 而中国是整个非洲大陆最大的贸易伙伴 整个非洲最大的投资国 而且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一点你不要说俄罗斯 法国英国都无法取代 但是俄罗斯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的 就是苏联时代的 当时对非洲大陆下了很大的功夫 这个影响至今还在 有一个历史的基础点 对俄罗斯居然还有黑色的俄罗斯人 就是那些当年到苏联去读书 后来留在苏联 后来去加入苏联国际 成了俄罗斯人的 这个在中国目前好像还没有 虽然也有很多中国留学人 非洲留学人到中国来 我相信以后可能也会有 黑色的中国以后可能也会有 那么其实从总体来看的话 我觉得中俄两国在非洲 它不是竞争的关系 是 所以刚何先生也提到 你说外媒但很算 是啊 其中一个算的就是美国的媒体 我们来看美国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更是敲锣打鼓 注意啊 俄罗斯你看 它就是要用经济 还有军事技术合作 扩大在非洲的这个影响力 我们来了解一下 它们怎么解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于华盛顿发表最新评论文章指出 俄非峰会是俄罗斯非洲政策的 转折点 俄非峰会展现了俄罗斯计划 与美国 中国在非洲地区 进逐政经影响力的想法 报告指出 俄罗斯计划通过推动经济合作 提供军事技术支持 以及加强文化传播 这三个方面 加强俄罗斯对非洲地区的影响力 报告提到 俄罗斯与非洲的贸易关系 主要以俄罗斯作为出口国为主 俄罗斯与非洲的贸易 在2017年增长超过了25% 其中食品贸易 金属贸易 以及机械设备贸易的增长 尤为明显 报告提到 能源外交的概念 随着对天然气 石油 核电的投资的比例增大而出现 俄罗斯与非洲国家正在就 非洲地区建立核技术中心一事 进行谈判 报告指出 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武器供应国 也是非洲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国 除武器外 俄罗斯的私营雇佣军 军事承包商在非洲国家活动频繁 报告认为 俄罗斯希望利用军事援助 增加俄罗斯在非洲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报告提到 俄罗斯在非洲国家 通过教育开展各类公共外交事件 俄罗斯为非洲学生提供奖学金 前往俄罗斯学习 目前有超过1万5千名非洲年轻人 在俄罗斯学习 俄罗斯针对青年群体展开的 公共外交项目 包括留学教育 短期复额考察项目 俄语学习班等 俄罗斯希望利用这类项目 在非洲地区推广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 凤凰卫视 卫唱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我们来听听看网友的看法 李天逸他说 他说俄非论坛的确能够打破美欧壁垒 更能为全球增加增添动力 也他也希望俄非峰会 能够达成多项的共识 然后随心网他说 俄罗斯举办首届俄非峰会 向外界展示 要介入非洲事务了 美国在非洲的行动 又将多了一个老对手了 然后还有网友James邦德 他说中非合作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那么俄罗斯也来到非洲 希望俄非合作能够像中非合作那样 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实现一个互惠共赢 对 很有意思 因为他这个首届的峰会 各方都在看俄罗斯对于非洲政策 是不是出现转折点 但是这个部分的思考 我们更多地先来了解一下 探索一下这个网峰 好的 那目前的话 先看俄罗斯 俄罗斯到底怎么合作 为什么会选择非洲合作 英国BBC有一个解读 他认为说这次俄非峰会 就是俄罗斯在非洲政策的 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这标志着说今后 俄罗斯会在非洲大陆 和中国和西方国家 展开正面的竞争 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次峰会是为了重塑自己 之前在非洲的影响力 刚刚何先生也谈到过 说曾几何时 前苏联在非洲大陆 地位是具足轻重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契机 当时前苏联在非洲 独立运动当中 扮演重要角色 甚至前苏联的专家 广泛地参与了非洲 有35个国家的 众多基础实施建设 还有超过14万的非洲人 也在前苏联接受过教育 甚至还留在了前苏联 成为了黑色的俄罗斯人 那这个时代的非洲 前苏联的影响力无处不在 但是影响力在后冷战时期 逐渐的衰退和大幅的减弱 所以说这次 俄罗斯是希望能够在 前苏联时代所建立的 影响力基础之上 再进一步的加强 自己在非洲的影响力 那么这次在峰会之前 总统普京也曾经公开表示说 愿意向非洲提供包括 政治外交 国防安全 经济建设 还有教育培训 等一系列的援助 当然之前的时候 这种援助和互动 就已经非常频繁了 在18年我们特别看了 一共有六位非洲国家的元首 访问了俄罗斯 除了说有这个历史基础 还有一个现实的需要 为什么 俄罗斯目前有一个经济动机 大家知道俄罗斯经济结构 是一个失衡的状态 长期以来依靠的还是军事工业 另外一个就是能源矿产出口 但近些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连番的制裁美国 再加上俄罗斯在亚洲市场的出口 已经出现饱和 在这样一个双重夹击之下 俄罗斯非常需要去开拓新的市场 维持经济增长 因此非洲又进入到了俄罗斯的眼帘当中 先看在军工领域方面 有哪些合作的可能性 因为俄罗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武器出口 规模很小 但是增速可观 那么自从2014年以来 俄罗斯先扣和19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 再来看能源矿产方面 俄罗斯为多个非洲国家已经提供了矿产资源的开采服务 从而能够取得天然气和矿图铝的一些重要资源的开采特许权 甚至还可以借机会输出一些核电技术 进入到非洲国家的能源的基建市场 或许这次峰会只是俄罗斯非洲政策转变的一个开始 为什么说开始 因为目前俄罗斯和非洲各国的贸易关联性 远远不如之前已经进入到非洲市场的中国和美国 俄罗斯在非洲的投资援助 也是远远地落后于美国 中国 甚至还落后于日本和欧盟 所以说俄罗斯想要全面发力的话 路还有很长 现在只是一个开始 谢谢王波 和现在我们一直在看 它应该就是一个需求 因为我还记得两三个月前 两三个月前 这个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他们做了一个全球各个国家的经济的调查 他当时对于俄罗斯今年的经济 是下调1.2% 就比较慢了 就放缓 所以对于普京来说 他现在考虑的可能会是以什么 是不是也是真的是以整个俄罗斯的经济 然后再去拉动军事 然后他现在又进入了非洲 那他的扩散的影响力是不是 没有 我觉得他俄非峰会 首先所掩余的还是战略 战略和战争 或者说这点跟中国有共识的话 就是中国两国很可能是会联手 在非洲大陆建立一种排斥西方的 或者是把西方的 自成联盟的 对 对 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 从刚才王峰讲的那些情况也都存在 俄罗斯在 因为你从文化上来说 整个非洲大陆还是英语和法语为主 中文不要说中国俄语 都还不可能成为一种主要的一个语言 那么是从文化上来说 不过就以我的很 可能是很不全面的观察来看 比方说非洲大陆 非洲很多国家现在都在播 中国的电影或者电视剧 但是播俄罗斯的好像几乎就没有 因为这跟中国商品 在整个非洲的都畅销 有关系 对 包括这个手机是吧 非洲人用的手机 大概大部分都是中国造的 大概没有人用俄罗斯 俄罗斯用的手机都是中国造的 俄罗斯的 在这个军品方面 俄罗斯当然有它强项 但是问题是非洲国家用的 都是常规武器 他们不会用那些 也不需要用很先进的 就俄罗斯产的那种很先进的军备 先进的战斗机 轰炸机 导弹系统等等 其实在军品方面 大概中国跟俄罗斯 有一定的竞争关系 而且中国的竞争实力其实是很强的 很多非洲国家都已经用惯了 而且这跟当年的中苏的竞争是有关系的 对 我们稍后还能继续延展一下就说 是 中国两国在非洲大陆也许会有些许的竞争 但更多是合作伙伴关系 关键是美国怎么看俄罗斯的加入 回来之后来看非洲大陆 目前各方市里的一些关系和态度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盛宴 等你来开启 拿起手机扫码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课复端 获取台前幕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摇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俄罗斯为什么要办首届与非洲国家的峰会 好 我们继续往下聊 有话一起讲 刚才说了除了它在经贸方面 又何先人点评 他说其实要用战略的去思考 OK 那战略当中 它有经济贸易的部分 它还有军事策略 技术的这个部分 没错 这项消息就提到了 俄罗斯空军有两架图160的战略轰炸机 23号飞抵的南非比勒托利亚的空军基地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说 将会和南非的空军要进行联合演习 建立全面友好关系 两架可携带核武 被称为白天鹅的图160战略轰炸机 当天从俄罗斯空军基地出发 经过空中加油后用了超过13个小时 飞抵距离约11000公里的南非 瓦特克鲁夫空军基地 除了战略轰炸机 俄罗斯伊尔62克基 以及安-124运输机 都已经飞抵瓦特克鲁夫 俄罗斯国防部指 两国空军将进行联合演习 在战略伙伴基础上 建立全面友好关系 加强双方联系同时 也促进多方面合作 当天正值首届俄罗斯非洲峰会 在俄罗斯索契召开 总统普京与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举行了双边会谈 普京表明俄方期待 与南非扩大贸易来往 有分析认为 俄非峰会展现了俄罗斯 在冷战结束后重返非洲的野心 事实上 俄罗斯正在巩固 其作为非洲最大武器供应国的地位 与至少28个非洲国家 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 峰会上也提及俄罗斯的战机和海军舰船 有可能使用部分非洲国家的港口 和空军基地 粉红卫视综合报道 核心俄罗斯好积极啊 一旦决定了之后 我们就发觉它似乎 这个步伐就迈得很快 进行能力很快 对 特别是它这次 两架远程的战略 对 战略轰炸金 到南非这个基地 这个基地我还记得 以前美国人曾经 很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基地 但是后来因为南非 奉行种族主义政策 他们就被迫停止 这方面的合作了 那么现在虽然已经不是冷战时期 但是俄罗斯 我相信俄罗斯更看重的 就是这个在太平洋 和大西洋交界的 南非有这个地理游戏 这方面比中国 还要显得更进取一些 是吧 刚才新闻里面也讲到了 原来非洲最大的军火供应商 是俄罗斯 是比其他国家更 量 量 量更大的 其实在我们说上世纪 因为非洲大部分国家 它是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 才逐渐独立的 所以它会成为这个大国争夺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阵地 从军事上来说呢 以前的法国和英国 因为他们是老牌的殖民大国 所以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 这个残留的影响 你比方说坦草尼亚 它原来是这个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你看他们军队那个操练 都是英国式的 法国的就是法国式的 但是后来呢 这个苏联进去的很快 中国也进去 中国和苏联在60年代 是完全是竞争的 排他的 那么这方面苏联大概实力稍强一些 但中国也不算 比方说这个纳米比亚这个总统 就是南京军事学院毕业的 这是我前几年 我到纳米比亚的时候 他们说的 那你可见 这个总统 他是在中国的军事学院 读完书以后 那个现在的那个 伯茨丸 不就是那个伯茨丸 就不久前去世的那个 多特总统 那领导人 对 现在那位新的这个总统 也是在中国的军事学院毕业 就当时中苏两国在竞争 都以优越的条件 吸引这个非洲的国家的青年 到我这里来 这个读军事学校 然后呢 用这个军备去支持他们 那支持他们是 其实敌人是共同的 就是反对这个殖民当局 争取这个民族独立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钱 已经没有这方面的这个 需要了 没有这方面需要了 所以这方面现在 没有这种竞争的 对 从历史脉络来了解 过去中苏在非洲大陆上竞争 那么现在随着非洲加入 这个俄罗斯和欢迎 这个中国 到底三方的合作会有什么 要的一些动向 杨主 好 交给我吧 其实这次呢 很多人说到这个俄非峰会 相信呢 都会想起这个中非合作论坛 其实事实上呢 中俄多次就各自对非合作 和加强两国在非洲 事务当中的合作等问题 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在今年的4月17号 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戴斌 就和俄罗斯外交部 非洲局局长科马尔斯基 举行了中俄第二轮 非洲事务磋商 那么戴斌当时就表示了 中俄两国对非洲问题的看法 和对非政策理念相近 对非合作呢 也是各有优势和特色 科马尔斯基呢 也表示 俄中同为非洲 重要的合作伙伴 双方加强在非洲事务当中的 交流合作 有利于促进 非洲的和平与发展 那么对于外界质疑啊 说中俄两国在非洲 是否存在竞争关系呢 有俄罗斯的专家就指出了 从经济实力来看 中国的能力强于俄罗斯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俄罗斯在军事领域 是有大量的经验 可以与非洲国家分享的 因此呢 中俄两国的角色分割 和割分划分呢 是不会给中俄的伙伴关系 带来任何的麻烦 事实也的确如此 俄罗斯呢 它致力于加强与非洲国家之间的 军事合作 巩固其作为非洲最大武器 供应国的地位 而中国呢 则是聚焦经济发展 自2018年的9月 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举行以来 中非经贸合作 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 也是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而中国呀 已经连续10年 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2018年 中非贸易额达到了 2042亿美元 比上一年是增长了20% 就在上周的时候 中国与毛里求斯自贸协定 在北京签署了 这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的 第一份自贸协议 协定呢 是涵盖了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 投资经济合作等内容 就有专家表示 这为中国随后与其他非洲国家 签署自贸协定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实关于这个中俄 在非洲的关系 我们已经做了 很充分的阐述了 我都很好奇的是 美俄在这片大陆的关系 因为这个有媒体分析说 特朗普好像减轻了 对于这个非洲大陆的兴趣 那现在俄罗斯增大了兴趣 那这样的情况怎么来看 会不会出现失衡 特朗普可能完全没有兴趣吧 没有兴趣 谁能说想他会在白宫 或者在美国 在这个华盛顿 举办一个美非 这个这样的峰会 其实奥巴马是有兴趣的 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 几次到非洲去访问 这个一方面 当然跟他自己的父亲 来自肯尼亚 是一个非洲的黑人有关系 这个当然很重要 特朗普是完全没有兴趣 除非非洲能够给他带来 能够赚钱 他只看这一点 所以他是一个 没有这方面的战略远钢的 所以他不做别人就在做 这是一定的 所以美 我们说美俄 美俄在这个非洲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美国的不作为 但是俄罗斯是很强势的这种作为 俄罗斯这个作为的话 我想 我还是重复 它不完全是从经济上去看 因为经济上目前 它确实这方面实力不强 它甚至也没有像英国 法国这些老板 甚至不如日本 对吧 日本你也比较小看 虽然在这个历史上 日本跟非洲没有多少这个渊源 但是当我看到这个消息说 东京要举办日非这个峰会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日本人的这种坚持 还是蛮令我印象很深刻的 对 还是要得注意 你们哪里都勿忘我 还是有日本人的帮助 好 这个国际格局 这个最新的一个情势跟风向 我们今天话题关注到这里 下一节的大话题 我们要一起来聊聊 大家的婚姻大事 下节继续话一起讲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盛宴 等你来开启 拿起手机 找码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下载客户端了解台前幕后 一手的资讯 进入到微信摇一摇 选择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手机 一起探索互动的新玩法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刚刚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说这节话题 我们要关心大家的婚姻大事 其实会仔细留意一下 这一两年 我们所接触到的 社会的一些话题 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跟调解家务是有关 甚至大家为了怎么样让 年轻人他敢于迈向婚姻 或者是法官们很伤脑筋 要劝何不劝离 这什么婚姻冷静期 都是为了这个婚姻伤痛的脑筋 结果你看 现在大家网络上面 最多的一个讨论 就是昨天深夜到今天 是不是都被一条信息刷爆 就是大当网的创始人 知名企业家 一个知名企业家 李国庆和鱼鱼 这对曾经在圈内 被封为模范夫妻的爱侣 深夜当中突然间隔空户怼 好几轮爆料 一轮又一轮的 赶紧来看一看 目前的一些情况 可以有的是办法吗 为什么要这样呢 感觉像一颗刺一样 不是刺 是 根本不是刺 有点赞 许多说 有点赞 许多说 有点赞 许多说 你这个人 接触 有点赞 更是 这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两个人到底互报这些隐私 不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关键重点是看这个 到底两个人在婚姻关系当中的 会不会对于隐私的爆料 是触犯法律 我看到这个李国庆最幸会回应 说于是不惜触犯法律 触犯道德底线的一些 不实的爆料私生活 是希望能够影响公众舆论 为两个人离婚分割股权 给法律 给法院制造一些公众的 这个舆论压力 最后呢 他希望说大家就等着 这个法院的结果吧 对 何先生其实 法院应该不会受到这个影响吧 之前可能一些舆论有 对 起码 法院应该是公众舆论 舆论审判绝对不能取代 法院的审判 当然你说完全没有影响 特别是如果某一个案件 当社会上几乎一面倒的 支持某一方的时候 这时候法院会受一定的影响 但是如果只是 夫妻双方的一种争议 这个互相爆料的话 我觉得这个法院应该做到的 就是要冷静 对吧 你不要亲信任何一方 在这方面都是香港的法院 我觉得倒是说 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 是做得比较好 特别是中大局案件 要求陪审员 连报纸都不能看 你根本不要受影响 对吧 但是法系不一样 内地有内地的这个做法 但是我是觉得 一个负责任的 一个真正的法官 是不会受到任何一方 就你夫妻双方 不管你任何一方的这种爆料 特别涉及到隐私 道德体现的这种爆料的影响 还是实施求实 根据法律 对吧 根据事实来办案 何先生您刚刚所平息的 是在法上的一些思考 但是这件事情 对 这件事情除了法上 大家关注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角度 就是大家会想 我们都知道 名人其实压力 确实是蛮大的 当他的婚姻 发生了问题之后 可以说社会舆论也都在看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更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会去看 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争执 然后会被吓到 对 很多人可能开始会谈论到 一定会吸引大量的看瓜群 对 然后大家在吃瓜的时候 会想 这个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 会怎么办 那你看你说 有钱人有结婚 有有钱人的烦恼 他甚至在决定要婚姻的时候 还得攻防 以后万一我们闹翻了 怎么样保护财产等等 那这样子到底 孩子的问题 婚姻他的神圣 婚姻他的甜蜜 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就说 法律层面争议非常的不断 对不对 但是呢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 因为法律层面其实现在开始 与时俱进 做一些思考了 正好一个时间点很特殊 就日前这个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草案 提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审 对于这个婚姻当中 经常出现的一些 家庭矛盾和问题 这个草案当中都有设计 我们来看看 21日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 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三次审议 其中最受关注的 就是关于坦白婚前病史的 立法规定 自2003年新修订的 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 强制婚检制度 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但对于婚前病史 是否需要告知对方 舆论一直争议不断 此次三审稿明确规定 婚姻中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 应当在结婚登记前 如实告知另一方 否则另一方可提请撤销婚姻 另外 三审稿还对四个方面 进行了修改 一时将树立优良家风 写入其中 规定家庭应当树立 优良家风 弘扬家庭美德 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同时增加了夫妻之间 应当互相关爱的规定 二时确立了 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 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 合法权益 三时增加规定 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 无过所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四时关于离婚后的 隔代探望权 三审稿删除了此前二稿的相关规定 如组被行使隔代探望权过程中产生纠纷 仍将通过诉讼方式个案解决 而对于此前讨论较多的法定婚姻年龄 草案三审稿规定暂不做修改 这是在民法典当中的叫婚姻家庭编 然后它现在当中一些草案 三审稿 我们会关注就是对于近年来 社会上面讨论比较多的 在这次的草案当中 其实也是符合了社会当中的一些 这个民意的这种方向 预期 反正那些变化哪一点 那就是社会的进步 社会的进步和变化 三四十年前 或者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社会对家庭婚姻的 一个法律是非常的粗陋的 而且普遍整个社会 是不喜欢别人离婚的 是 整个风气是这样 那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那么所以我是遇到民法典里面 有关婚姻家庭的这种 相关的规定的这种修改 它已经做了几次了 每一次都是比以前有了进步 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是人们的观念在变化 一个要保护婚姻和家庭 我们说保护不是说 不让你离婚就是保护 对吧 你夫妻两个都需要离婚的时候 那么离婚会产生很多问题 比方孩子探望 还有包括一些 包括这个婚前 是不是要对对方 配偶的对方 不管哪一方 你有重大的这个 疾病 你的健康 我觉得这样的规定 都是正确的 这是有利于 对婚姻的质量 也是一种保障 所以这次修改 它为什么在中国 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呢 那当然 因为特别是已婚的 还比较年轻的 或者是准备结婚 还没有结婚的人 他们当然会关心这些 具体的规定 从这里看出 中国法律的与时俱进 也是这个民风的 一种与时俱进 走进婚姻是一种幸福 其实说你理解离婚 也是一种文明进步 来看一看目前这个三审稿 在网上有什么样的热议 好 其实尽管这一次 这个婚姻家庭编赞 民法典当中呢 它并非是权重和分量 最重的一边 但是啊 毕竟和每个人 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呢 这个曹安三审稿 一出来呢 就引发了不少 网友的关注和热议 那么大家都关心哪些议题 专家又是如何解读的呢 首先来说的是啊 刚刚我们提到了 最受关注的议题 就莫过于 强制坦白婚前病史 那其实现实当中啊 也有真实的案例啊 说是有一个 28岁的成都姑娘 结婚之后才发现 丈夫其实是患有 严重的抑郁症 所以呢 不少的网友就认为 配偶对病情 应该有知情权 这是对双方的负责 但是呢 也有网友就疑惑了说 难道生过病 就没有了结婚权吗 强制说出这个患病经历 患者的隐私权 又该如何保障呢 对此呀 就有律师解释说了 隐私权的保护呢 是以不触犯他人权利 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 否则呢 就该受限 那么到底什么疾病 是属于配偶之间 应该坦白的范围呢 律师就表示了 可以参考婚姻法规定的 医学上认为 不应该结婚的疾病 那么其实其中呢 就包括了 传染病法规定的 艾滋病 麻风病 等等的患者 那么都应该在结婚之前 将病情如实地告知对方 那么另外啊 关于父母离婚之后的 隔代探望权 在三审稿当中呢 被删除了 之前呢 二审稿啊 曾经对这个 祖辈看望的条件 做出限制了 对此呢 就有舆论认为 离婚之后 老人探望孙辈啊 也是正当的权力 天经地义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 意见解指出了 为了保障 直接抚养子女 一方生活的稳定 还是需要 优先保护监护人 监护权的正常行事 值得注意的是呀 草案维持了 现行法定的婚龄的规定 说男子不得早于22周岁 女子不得早于20周岁 不过呢 不少网友就表示了说 那个年龄啊 其实呢 都还是知其未托的孩子呀 学业都还没有完成 怎么一儿育女呢 还有网友就直接给出了 神建议说 改成30岁结婚如何 现在催婚呀 实在是太严重了 而早前呢 边境草案的 一个月离婚冷静期 也是引发了 网友广泛的关注 有人就认为说 现在啊 这个离婚登记手续 太过于简单了 一言不合就离婚了 不在少数 是该给双方一个冷静期 好好想一想 但是呢 也有反对的声音说 说好的结婚自由 离婚自由呢 还有网友就神回复了 说怎么不增加一个结婚冷静期呢 关于这些规定 各位又有哪些最关注的呢 是 这 其实真的是 简不断你还乱 关乎大家生活 对你的婚多方面 现在在法律上 当然我们都知道 在婚姻当中呢 其实如果说 除非说真的撕破脸 或说真的有什么需要 因为我们当谈到法的层面 法的层面 本来就是有它比较 所以叫什么 也不是说苛刻 比较严肃的地方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用到法的话 那基本上可能你就不会觉得 好像很恐怖啊 结婚很难啊 这个离婚的部分啊 现在我们也觉得 这个内地 中国这边普遍离婚率 真的确实是比较高了 现在 因为以前的人都不敢离 那现在比较高 也有人说 那要不要设什么离婚冷静期啊 在这么多的探讨当中 何先生您会觉得 比较着重在婚 结婚的这个部分 还是在离婚的控制 同样重要 对啊 同样重要 现在不是有闪婚的吗 闪婚是闪离啊 结婚快离婚离的也快 因为他婚前双方都不太了解 结果结了婚以后出现了问题 当然马上就闪离了 我觉得闪婚闪离都不太好吧 是吧 婚姻它还是要有一定的稳定 所以这两者不能 我觉得是不可偏废的 但是这个所有闪婚 闪婚闪离好像在90后 已经是比较普遍的 之前有一些这样的报道 对 他在笑了 对 我没有讲话我不了解 我对婚姻观 其实还没有一个 做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想法 和三观见利 其实我今天看到很多网友 其实对于婚姻观 也有他们的分享 很多人其实也说出了我的心声 首先呢 这个网友上烧热水 他说多大年龄结婚并不重要 关键是你要明白 婚姻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而且呢 是绝不能够把婚姻用作 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和跳板 这个我非常赞同 然后呢 还有网友李天一 他说他对这个婚姻观啊 没有任何的改变 也不想改变 他说能够与爱人走到白头到老 是他们的渴求 然后呢 还有网友Lucky 他说因为年龄越小越不懂事 所以现在呢 离婚率每年都在上涨 如果年龄往下调整 可能将来会有更多的人 因为当初的不懂事 后悔而离婚 这样也就提高了国家的离婚率 其实说到底啊 这个谈这个婚姻的事情 真的还蛮重要的 所以它现在民法典这里来做 真的是像何鲜刚说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步 因为你这社会的稳定力量 就在就在个人最小的 这个家庭分子单位上 其实每次法律的修订 都是和社会现象的一些变化 是 谢谢香菲 回来之后呢 我们就用数次说话 来看一看这些年 中国在婚姻关上 还有在离婚关上 有哪些的变化 稍后有话继续讲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时听盛宴 等你来开启 拿起手机 扫码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课户端 获取台前幕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摇 进入到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刚说了要看数据 是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公布了一系列 中国人的婚姻数据 赶紧来看看 有没有和我们的一些观念 有一些相互之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转发行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对于这个教育程度的这个部分 我是还保留了 他刚刚说教育程度越高 离婚率就会越低吗 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 我倒觉得这个还得再看观察 不 我们应该来思考一下 就不知道近年来 大家是不是感受到 就对我们中国人的 这个婚姻行为的一些改变 那何先生我们更担心的是 会不会很多年轻的朋友 看一看这个话题讨论讨论 他反而更恐婚了 有一点点 你这个婚姻的价值性应该怎么 越是在这个时代 资讯越通达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去在这一方面建立一个 就大家比较稳定的一个 何老师快帮我开导 舒缓 舒缓 请 舒缓一下吧 我觉得从 我们其实可以看看日本 我做过一点小小的这个研究 日本比方说民法里面 他对于结婚 对于离婚这方面的这个规定 都比中国的相应的规定 要细得多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 从法律的层面 日本对于这个婚姻的这种保障 它是比较细的 因为他从明治维新之后 他们就学习西方的这个法律 来做这方面的规定 但是我们也知道 日本的这个不婚率 越来越高 据说是世界上最高的 而且这个不婚不育呢 好像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了 而且这个不婚呢 现在已经开始不仅传到了 比方说韩国 台湾 中国大陆也说道理 所以我在想 这是不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 是 是 也有西方的社会学家早就说了 他们说可能在21世纪的话 就人类现在我们社会普遍 普遍的这种一夫一妻制的 这种婚姻家庭制度的 很可能会走向解体 有这个可能 当然不希望 那么除去 这不是你希望不希望的问题 就是这个趋势 那你说这么多人 他就不想结婚 对 这是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 法律可以保护你结婚的权利 或者保护你离婚的权利 包括这个孩子的一个权利 但是法律不可能规定 你必须结婚 这好像这个良好的加峰 恐怕也不是法律规定了 就能够建立 我是说法律 没有办法去做道德的规定 你必须做个好人 法律可以这样规定吗 法律只能惩罚坏人 我们惩罚坏人是指的 那个犯了法的那些事情 但是法律没有办法规定 你要做个好人 好了 我们说不说这种 这个法律的规定 但是只是从这个 婚姻和家庭的变化来说 我最近这二三十年 可能是最明显的 未来二三十年 可能会更明显 我觉得有各方面的因素 包括这种 比方说这个人们过于追求 这种这个所谓这个车 房子对这种物资的这个要求 结果反而又导致了 年轻人不敢结婚 不想或者不敢结婚 好 我们也谢谢 谢谢何先生的这个我们在话题上面 所做的一些关注 其实也是一个趋势的一个了解了 其实呢说完了这个婚姻 我觉得顺其自然 谢谢何老师开导了我 说完婚姻呢 接下来呢 其实还想带大家再来看一下 咱们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赛程 赛程呢已经过半了 那咱们的中国军团啊 在军事武项 空军武项 海军武项 还有跳伞等军事特色项目当中 可以说是一路高歌猛进啊 仅仅23号的一天 中国队就取得了19枚的金牌 总奖牌数呢 是直接破百 稳居榜首 那么在23号啊 是晚上是上演了乒乓球 混合双打决赛 可以说是中国队的主场了 参与队组的两支队友啊 都来自咱们中国 最终呢 樊振东和穆子 是战胜了队友周宇和孙明阳 夺得冠军 而中国队呢 也是随之将混双项目的金银牌 一并收入囊中 而在混双的铜牌赛当中啊 中国队的周凯 刘希 则是不敌朝鲜队的韩女颂 还有车孝心 是无缘奖牌 那么23号 也是军运会两大项目的收官日 一个呢 是今年的五大特色项目之一 定向越野 一共产生了八枚金牌 全部呢 是由俄罗斯和瑞士两国包揽 那么另外一个呢 则是游泳项目 中国队啊 是夺得了23号当天 产生的七枚金牌当中的五枚 并且打破了五项赛会记录 至此 中国勇军是以27金14赢8桶 打破了19项赛会记录的成绩 为本届的军运会游泳项目 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24号 也就是今天的下午 女足半决赛正式打响了 中国队呢 是率先以2比1的比分 战胜巴西队 成功地闯入了决赛 而另外一场半决赛呢 则是极具象征意义啊 对阵的双方呢 是朝鲜队和韩国队 那最后比分如何 最终朝鲜女足 是以2比0的成绩胜出了 那中朝的姑娘们呀 将会在26号 展开对金牌的争夺 此外 跳水项目 也在24号正式开赛了 这一天内呢 一共是产生了三枚金牌 同时 乒乓球多个项目的比赛 基建女子花剑团体 男子配线团体赛 以及射箭 摔跤 跆拳道等等多项比赛 也都在青天白天 同步进行 我们一起期待吧 期待 谢谢杨子 我们来看 这个军运会的最新奖牌榜 就是这个最新是指 在我们现在节目直播的 这个时间 所得到了数据统计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冠军的肯定 还是中国队 无论是金牌数 还是奖牌总数 对 是金牌数 稳居榜首 对 金牌84 银牌42 铜牌21 总奖牌数147 而且这个金牌数呢 比第二名的俄罗斯多一倍 俄罗斯总奖牌数122 这个巴西这里呢 总奖牌数58 法国呢 这里45 德国这里32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大概的一个 奖牌榜的一个数据情况 前面两个 前面两个 中俄都是三位数 对 接下来大家又开始 但是期待毕幕式了 我们平常要奔赴现场 去做点评分析了 是的 是是是 然后我们也关注到这里 这个时间一起 转角看到爱 在河南郊住的一所小学 有一个特殊的班级 一直设在教学楼的一楼 几年来从来都没有更换过 而这背后 原来有一个感人的原因 这位呢 是我们班的除处同学 因为从小患有脑瘫 下肢呢 行动非常不便 他自从来到我们 这个郊北小学 我们学校领导 特别的重视 专门为他设置了 很多的 那个无障碍通道 就是为了方便除处 上下学 刚才说呢 随着年级的增高 我们的教室呢 应该也往上走的 但是为了除处同学呢 我们学校 一直让我们这个班呢 在一楼 男生就是专门把他抬到轮椅上 或者他想去外面晒着太阳 把他推到外面的 女生的力气小就让他们 去推着他们去上厕所 来厕所呀 你们觉得累不累呀 不累 因为你们要退到六年级 辛苦不辛苦 不辛苦 要跟这些孩子们说声 谢谢你们孩子们 带给了大家爱了 好 今天也谢谢 大家的收看和点评 再次谢谢何先生 谢谢何先生 在同学会做的评论 我们祝福大家都万事平安快乐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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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